俗话说祸兮福之所以,福兮祸之所福,事物都是对立统一,循环往复的,就像福可以转为祸,祸可以转为福一样,未记卦和记记卦之间也会相互转化。 因此未记卦虽然位列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,但并非终极,而是充满希望,随时都有可能转化为记记,那么未记六遥究竟是如何演变转化的呢? 当苦尽甘来,获得胜利之后,未记卦又会给我们提供哪些老手成果的方法呢?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,以经的智慧,敬请关注永怀希望。 未记的六个遥,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,初六遥它是不单位,而且它在下坎这个挂的最低层,当然很不安,可是它不认输啊, 中国人都是不认输的,也不应该认输啊,你看我们的头老是晚上看,所以他一晚上看,上面有九四啊,九四跟我相应啊,但是他就没有想到,九四又不居中,又不单位,他能帮你什么忙呢?恐怕只有帮到忙,但是一般的人,他不会想那么多,他总觉得我有机会,管他的,做了再说, 因此呢,他的结果就是如其微,令,令就是说不量力嘛,为什么如其微就这么严重? 如其微在这里是说,全身都沉了啦,不是只有尾巴浸到水而已,要不然怎么会令呢? 如果只是尾巴浸到水,如果只是尾巴浸到水,那动物很简单,它跳起,弄两下,它就干了嘛,那怎么会令呢? 所以初遥的微就是告诉我们,全身从头到尾都湿透了啦,所以小象说,如其微,义不知己也,这个义就是太的意思,太不知道自己的极限了,太不知道自己的能力了。 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说,这件事拜托你,他毫不犹豫说,我来,我来,我来,甚至于说,一件事情还没有轮到水的时候,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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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种人太多了,他就没有想到,他是冒险泛滥的领头羊,结果呢,一看流失,一看久失, 不顾一切,冲啊,搞得全身都沉没在水里头,太不知道极限了,九二窑,义骑轮,征集,这个义骑轮在记记卦里面也出现过,就是踩刹车,那这本来就未记了,你还踩刹车,那不很奇怪吗? 所以,这里的义骑轮跟记记卦的义骑轮也不一样,记记卦的义骑轮是在前面踩刹车,减速,踩到安全,未记卦它又不一样,他说九二,它是以阳居阴位,因此呢,它很可能会过刚,那么你看,我已经佛起来了,我就往上走啊, 结果体力不济,又糟糕了,所以它照样的是跟记记卦一样的解释,就是说你踩刹车,你错它的锐气,使它不要那么样子的激进,虽然已经佛起来了,你还是要知道,还是在未记的情况之下,我们人来,再看看其他状况, 所以小象它说,九二,征集,终以行正也,它是什么?它是强诚,上面那个六是弱主,有时候是强主弱诚,那你很简单吧,你听话就好了嘛, 有时候倒过来,它是弱主强诚,那你怎样,只要你行得正,只要你不为偏邪所引诱啊,因为你在这种状况之下,是很容易被引诱的,哎呀,没问题啦,你老板都听你的啦,你不听,那他在哪里没办法啊,他就胡作乱为了嘛,那就不征集了,那怎么会征集? 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征集,完全是因为,他在上下两个阴谣的当中,虽然在强坎之中,但是,他始终坚持合理的行为,不为任何诱惑所引诱,那当然真, 未记瓜的下挂是坎挂,象征坎写,所以当我们身处初始阶段的时候, 必须要做到稳扎稳打,不断努力,才会征集,而六三瑶已经来到了坎挂的上瑶,马上就要脱离坎写,胜利在望了, 但是这时却突然遭悟了凶的局面,这是为什么? 身处此处的我们,又该怎样才能避免凶祸临头呢? 六三不一样,六三三是险烂之末啊,他已经浮到水面上来的啊,这个时候呢,你要记住啊,我是有脱险的机会, 对,我更要小心,因为我还没脱险嘛,我有脱险的机会,已经快到了,最后关头了, 但是我毕竟呢,还差那么一点点,更不能大意,大意更可惜的, 我们现在看到,他有上九在相应他,所以他就啪一下,冲刺,哪里知道,你上面还有一阴一阳,阻隔在哪里, 这不是说六三,两三下就爬过去的,所以真凶,真凶还没关系,他还特别加上两个字,魏继, 这个魏继一挂里面,只有六三摇,特别告诉你,魏继,真凶,你很会游泳,所以你就从很高跳下来,一跳下来才知高, 这水里头有漩涡,然后掉下去,活不起来,这就叫做魏继,这时候是真正的魏继,从寂寂里面啪一下到了魏继, 到了魏继呢,从头到尾都没了,然后,你再怎么挣扎,快佛出来了, 筋疲力竭,你也上不来了,所以你在九二,你要很适当地保存体力, 当然你佛起来,你看看清楚了,哪里才安全,怎么走才安全, 你这时候上来才对,现在很不适,告诉我们说,你往前走是凶的啦, 可是往前走是凶,下面怎么加上一个四个字叫历蛇大川, 这不是矛盾吗,就完全说不过去嘛,这样我们才知道, 为什么他特别加上魏继,这两个字,就说在一般情况之下, 上面有人抛一辆绳子给你,你到那拉了就上去了, 越早脱离险境越好,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,你常要记住, 魏继,魏继,魏继,就是你体力也不济的, 你不要冒险,你稳杂温打不是很好吗, 所以你如果冒险万全冲,眼睛只看到上九, 你就真凶,你如果能够回头看看九二, 你看人家九二多稳当,他不急,他意其伦, 所以你也跟了什么,跟了九二的精神去学习, 你就可以历蛇大川,就你自己去选择了。 六三窑就像是人生的十字路口,过度冒险,过度激进, 有可能会凶祸临头,而稳扎稳打,扎实前进, 则可以立设大川,一路顺畅。 那么,当我们从充满堪险的下坎脱离出来, 进入到上泥,是不是就真是前路无阻, 一片光明了呢? 未借挂的上挂又给我们提出了哪些警示呢? 那我们赶快来看九四窑,九四窑已经脱险了, 因此一开始就告诉你,征集, 征集就是说,你如果持续走正道, 坚持你不变的原则,你就很顺利, 你不要再疑惑,摇摆不定,不必的。 九四窑,他不居阳位,而居阴位, 这本来是思维嘛,本来是有悔的嘛, 但是因为你征集,所以悔王, 没有悔,无悔,那不是很好吗? 可是下面又告诉你,正用发鬼方。 我们都知道鬼方就是外面很远的不服我们的人, 我们普通把它叫鬼方。 所以这也没有什么说自大的意思, 而是告诉我们的人说, 你要保持你自己, 不要像门家一样, 只是这个意思而已, 你把你的能干的地方, 你表现在那里, 表现在揽外, 不要表现在内斗, 三年有赏于大国, 那你就会得到很大的奖赏, 但是话也不是这么讲的。 因为九四上面是六五的, 九四叫做进城, 你本来是阴遥, 你本来要顺从你的军位的, 现在你看六五弱, 就叫做弱主, 而你本身强, 你难免呢, 就会公高正主。 一公高正主, 你就完蛋了。 所以他这里很明显告诉你说, 你要把公高正主的这股力量, 拿去征伐外遗, 你就得到他的信任, 里面要让你的领导对你放心, 外面你要有能力, 去征服那些顽劣的鬼方, 你回来当然得到很大的封赏, 这是一定的, 但是他还有一个更麻烦的意义, 就是说如果你只知道你征集, 你只知道你已经脱险了, 你已经看了官民了, 你就开始所有历道都表现出来, 你也不管你上面是六五, 那你一定公高正主, 公高正主, 你就是六五眼中的鬼方, 那更可怕, 你不仅打鬼方, 你自己变鬼方, 可是很多人他就没有想到这一点, 你有能力, 你要在哪里表现, 只要那个实位不对, 你就全完了, 你就危机了, 本来有能力要表现, 目标也正确, 方法也对, 那当然是积极, 那为什么会危机呢, 就是老板看你有能力, 他就开始注意你怎么表现, 你是冲了我来, 那你是鬼方, 你去打他, 他是鬼方, 你冲了我来, 你就是鬼方, 那不但不是说三年有赏一大国, 根本马上就会翻脸, 所以小相说, 真即毁王, 自行也, 你行为不适政, 你就算有一时的毁, 因为你有能力, 其实有能力的人也是很麻烦, 老板想用你, 他总嫌你表现得不够, 人家没有能力, 我不要求他, 你有能力, 你不表现, 你就可恶, 可是你表现, 所有同仁都眼睛看了你, 你干嘛, 你想害死我们, 你想把我们抛在后面, 他也是危机, 所以九世的小相, 特别在解释, 为什么他会征集毁王, 就是本来他根本就不急, 他根本就有毁, 但是他就有本事弄到征集, 弄到毁王, 就是因为后面这三个字, 叫做自行也, 自行也就是我行的正, 我没有私心, 就算大家对我一时有误会, 最后一定是谅解我的, 除此之外, 你还有路走吗, 我问你你有路走吗, 你不表现, 所有人都怀疑你, 你一表现, 很多人记住你, 这是你很尴尬的一个位置, 老板越相信你, 来请托你的灵一定越多, 你答应也不对, 不答应也不对, 这就是九世很为难的地方, 来讲人都在这个黑暗当中, 大家摸索来摸索去, 还不会怪来怪去, 一旦有了光明了, 一旦有了好处了以后, 哪更麻烦了, 那通通来真了, 所以你这个时候, 你没有别的办法, 你就坚持自己的原则, 自行也, 你的意志很坚定, 你不会受任何的诱惑, 而改变初衷, 终究大家会谅解你, 除此以外, 没有别的路程, 其实看到六五, 我们就想到一句话说,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, 你看当中那个摇, 为什么是阴摇, 就是它被燃烧得快断掉了, 两旁边的光明, 人都是借它自我牺牲而来的, 因此呢, 它是以柔行刚, 它没有办法表现它的能力, 它只有靠什么, 我们就赶快看摇词, 你才清楚, 真即无悔, 君子之光, 有夫即, 因为大家看你是领导, 可是你又那么柔软, 忍不住, 我说忍不住, 就是很多的鼓动, 很多什么, 要欺负你, 那你怎么办, 你怎么样都不行, 所以你唯一的办法, 就是发挥你的君子之光, 什么叫君子之光, 就是千难的风度, 就叫做君子之光, 这样大家才知道为什么当老板的人, 当他没有摸清楚环境的情况之下, 他都很低调, 这就叫做什么, 千难的修养, 有福, 有福的意思是说, 只要你能福众万, 那你就不急嘛, 你急什么, 人最怕就是不福众万, 你要强出头, 你要全摆你的权势, 那没有用, 你只要有福众万, 大家心目当中有你, 你再弱也不怕, 因为大家会觉得你是因为谦虚, 不是因为你不能干, 所以你自然就急顺, 这个时候你就无悔, 那为什么老讲悔悔悔, 就是六五本来是有悔的, 总会没有悔, 因此小象说得很清楚, 君子之光, 其灰, 机也, 灰就是光彩, 它是什么, 太阳的颜色, 冬天的太阳是温暖的, 可是夏天的太阳是可怕的, 所以大家要了解到说, 同样的是太阳, 你倒是希望夏天的太阳, 还是希望冬天的太阳, 夏天的太阳, 大家怕得要因, 所以不敢讲, 然后背后都骂你, 罢, 那你什么, 你看历代多少人, 都是说这次罢亡, 就是表示他不尊重别人, 可是冬天太阳呢, 你在那里享受的半天, 你还没有感觉到说太阳给你好处, 这就是你自己要去调试的地方, 君子之光, 才会得到你的干部的全心全力的投入, 分工合作的协助, 那就是你无比的光辉, 而不是你本身发出什么力道, 不是, 所以这个叫做真机无悔, 这是要靠修养, 这不是职位所能给的, 通过初六窑到六五窑的坚持和努力, 未济挂最终才能实现, 向济济挂的转换, 但是既然未济能转化为济济, 那么济济也同样随时能转化为未济, 我们如何才能守住乃至不易的劳动成果, 未济挂的上九窑, 又给我们提出了哪些坚守果实的方法呢? 上九呢, 上九是未济已经到了头了, 表示显赖已经过了, 国家太平了, 一片光明了, 于是乎就怎么样, 就大家很和乐, 很和乐会做什么事呢? 你看窑词, 有福以饮酒, 无咎, 如其手, 有福时事, 这个很妙, 因为你这个时候, 你不喝酒, 不大家唱歌, 不大家快乐, 你等到何时, 你一旦这样子, 祸福就再起, 因为歌舞生平以后, 人就完全没有斗志, 就把过去那种奋斗艰难的过程, 整个一扫而光, 千万千万提醒自己, 人类是见万的动物, 我们很容易忘记, 如果说以前的教训你都记得的话, 你绝对是不会乱来, 那为什么你会乱来, 就是因为你把以前全都忘记, 传忘记的, 连我们从小到大, 我们吃过多少亏, 骑脚大车, 没有不摔跤的, 不摔跤你根本有学不会的, 下相级没有不输的, 不输, 你就不会下嘛, 你干什么都是从挫折当中, 都是从畏纪当中走向寄纪的,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, 你一旦走向寄纪, 你就把畏纪那一段整个旺旺旺旺, 谁吃亏, 你自己吃亏, 你看, 有福以饮酒, 大家来啊, 这不是错啊, 这什么错, 庆功宴有什么错呢, 可是庆功宴, 大家就以为老板喜欢这样, 然后东一次进宫, 提一次, 然后就行程, 大家把那个当作主宰, 那公司才开工一个月, 开会的时候你就提出来, 今年要去希腊旅游, 你们气死老板了, 这叫做有福以饮酒, 可是他告诉你无咎啊, 无咎就是本来就应该这样, 就还什么咎呢, 但是下面告诉你, 如其手, 有福十四, 就是当你过分了, 当你不知不觉, 你呈现其中的话, 你又连头, 这次不是泡在水里头, 是泡在酒缸里面, 那根本没有办法脱险了, 那就表示什么, 表示你再有声望, 这次也全没有, 所以小象说, 饮酒如首, 亦不知节也, 你看多少人就是这样, 事业成功了, 然后就天天就喝酒了, 我钱花不完了嘛, 那都不用我操心嘛, 等到回过头来才知道, 完了完了, 全搞垮了, 因为你不知道节制, 这很难节制的, 因为养成坏习惯以后, 你想回头, 难, 尤其是赌博, 尤其是赌博, 欲罢不能, 下滩下不来, 输了还想翻本, 赢了还想多赢, 那是无底洞, 啪一下又到那个下面, 那个砍挂最低, 又从初遥开始了, 人生的过程, 就是砍离砍离, 水深火热, 水深火热, 其实上天的美德, 告诉我们, 步步为淫, 安不当居, 不要挤啊, 挤得怎么样, 所以孔子还是那句话, 敬人事, 以听甜蜜, 所以我们在这里, 祝福大家, 命好运好, 然后你读《易经》, 每次读, 都有更深刻的领悟, 你的人生, 越走越顺利, 还可以带动你的家人, 你的朋友, 那整个社会就和谐了, 祝福大家, 也谢谢各位。